6点42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三了 提醒北部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要带伞出门 因为迎风面水气增加 就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来看看目前的一个降雨部分 包含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到恒春半岛 今天一整天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震雨 所以气象局目前也针对了这些地方 发布大雨特曝 从凌晨到刚刚为止 确实也都是在这些区域 有一些累积的雨量 绿色的部分 现在累积雨量已经来到40毫米之上了 接下来还是要留意 整天的降雨机会都很高 那么另外在其他部分 地区就要留意午后雷震雨了 尤其是中南部山区 还有南部平地 今天午后还是要留意 会有直部雷震雨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上午这段时间 天气上还是算偏稳定 依旧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状况 马上就要迎接中秋连假了 我们带你来看 从今天开始水气会逐渐增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银封面地区 也就是桃园以北 还有东半部到恒春半岛地区 水气都偏多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建议北部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就先不要洗车洗衣晒背了 因为降雨机会很高 至于中南部地区呢 午后都持续在山区 或者是靠近山区的平地 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震雨势 但是到了入夜之后 是有机会拨云见日的 也就是说在中秋廉价的这段时间呢 如果您要赏月的话 中南部地区 雷岛地区 相对来说几率比较高 北部东半部地区 就要碰碰运气了 而五六日如果说 北部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又要烤肉的话 建议您星期五相对六日来说 会稍微的好一点点 因为呢 从礼拜六礼拜天这段开始 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因封面水气会再增加更多 所以说到时候的雨啊 或者是整个降雨几率 可能都会比周五相对来说 还要再更高一些 至于温度方面呢 带你来看目前 在北部地区25到28度 中南部地区27到29度 东半部离岛地区25到28度 今天云亮都比昨天 稍微偏多一点 但是还是要留意在竹苗以南 特别是靠近山区 或是河谷的地方 都还是有机会来到 35啊36度这样子的高温 特别是中午前后 感觉还是比较偏闷热一点 而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在低温的部分 就要留意了 各地大概低温都是落在 23 25度左右 有些地方稍微偏高一点点 但是受到东北风影响 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有下雨的关系 所以说呢 在低温的方面呢 大约是落在 刚刚提到25度左右 所以说早晚开始 会有点凉意了 中南部地区也要注意 接下来在东北季风影响之后 日夜温差也会越来越明显哦 如果怕冷的观众朋友 记得可以戴件博外套在身上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